除了楚留香、陈家洛、丁谢等深入人心的角色演绎 他最受人争议的 是与肥肥沈殿霞那段始乱终气的感情戏 以及吴是大女儿 不管二女儿 却把三女儿、四女儿举在头顶的扎父形象 大女儿郑安怡在美自尽的消息 更是将她的父亲郑少秋推上了风口浪尖 外界对此议论纷纷 更有不少网友直指郑少秋是一个失职的父亲 郑少秋与肥姐沈殿霞所生的次女郑心仪 也被爆出失联多日 甚至爆出已遭不测的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报应 近日有部分媒体报道 郑少秋为新剧拍摄场景时 不慎跌进四米深的洞内 是原剧组于场内搭了一个四米高的洞 做拍摄之用 当时长口讲述 他要就洞内两名小演员的 期间 秋冠不慎失去平衡 跌进洞内 右边肩膀先着地 幸而地上也有安全软点 但是由于当时他戴着眼镜 因此脸部也被刮伤 鼻梁也被撞得轻了一片 郑少秋之后赶到左边肩膀麻痹 要深呼吸才可动一下 因此工作人员健壮 立刻送他前往江郡奥医院诊治 直至昨天早上 他再转介到养和医院 虽然之前照过X光后 没有断骨及骨裂 但背部肌肉及头部仍觉痛楚 故需要照磁力共振 郑少秋昨晚于电话中表示 头脊颈椎仍敢不适 因此需要回家休息 但是由于赶排那个场景 因此明天仍要忍痛返回撕拍摄 他坦言一定会有阴影 还表示女儿郑心仪得惜此事后 立刻致电给他 还吓得哭出来 昨晚邱关仪取得磁力共振报告 表示没有大案 但要吃止痛药 郑心仪一直忙前忙后照料 而关京华所生的两个女儿 连句问候都没有 重伤之时 才能看出谁是真的孝顺 可惜郑少秋醒悟得太迟 连老牌一人珍妮都出面怒对 直言他没处理好自己的人生 也没有尽到为人父母的责任 为寒气不配当地 确实 身巴过郑少秋看似辉煌 但实则劣迹斑斑的情史 就会发现 他的确死得有亏 一直以个人的幸福快乐为准则 但却不断伤害爱上自己的女人 同时也害了他们一起生下的孩子们 郑少秋当年到底有多红 这是殷妻大女儿郑阿姨 被爆出自杀之后 关注此事的网友 自发形成的一个问答词条 是的 长相帅气且非常适合古装扮相的郑少秋 曾实打实地红过 不仅如此 他的演技极好 且才华横溢 既能演戏又会唱歌 他的戏路很宽 早年演过穷瑶剧 后来才在武侠剧中大放异彩 武侠小说大师古龙 曾这样赞美郑少秋 世人只知郑少秋而淡忘了古龙 仿佛楚流香就是郑少秋 接连出演过书剑恩仇录和倚天屠龙记之后 靖庸也曾专门为他提醒 迎平侠士 萨萨英风 家洛无忌 入人梦中 不仅如此 郑少秋主演的戏说 《乾隆大时代》等作品 一度风靡内语 因此哪怕入行已过半个世纪 仍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秋冠 风流倜傥的样子 无人可以取代 也许与同龄的周润发 谢贤相比 郑少秋的影响力似乎差了一些 但他创造的传奇已足够多了 郑少秋于1947年出生于香港 一个普通的家庭 原本叫黄可忠 但亲生父亲很快就因病去世 母亲只好改嫁 他便随继父的姓 改名郑创世 继父出身于书香之家 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职 因此一直也希望子女 可以自成父业 走读书的正途 不过郑少秋却是个学渣 却偏偏对表演前有独钟 且他16岁时 已经出落的眉清目秀 于是便投考了演艺培训班 但事实上父母对此并不支持 郑少秋却铁了心要出去闯荡 还留下豪言壮语 以后我不论用什么方式 也会在外面闯出名堂 也是在表演培训班 郑少秋结识了第一任女友 卢慧如 两人日久生情 确立了恋爱关系 1968年 年姐21岁的郑少秋 便和卢慧如生下了女儿郑安怡 但这时他们之间的恋情 已经因为各种问题岌岌可危 卢慧如因为恋爱 怀孕等错过了出道的机会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不过进入娱乐圈的郑少秋 因长相帅气 身边总少不了阴阴艳艳 桃色新闻不断 导致女友异常缺乏安全感 尤其是她当时被爆出 恋上了一个叫森森的女星 导致卢慧如带着女儿伤心出走 两人至此再无相见 多年之后 郑少秋对外回忆起这段恋情 表示自己曾经供女儿读到大学 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她甚至还直言 都不知道现在走在街上碰到 还认不认的 对于她我有遗憾 但说归说 如果不是此次郑安怡出事 引起热议 许多网友甚至不知道 郑少秋还有这么一段往事 毕竟她与第一任 妻子沈殿霞的故事 更加狗血 不得不提到的是 郑少秋 森森之鉴的故事中 沈殿霞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 当她将闺蜜的情书 给了郑少秋之后 对方打开一看才发现 那是一封分手信 便异常落寞 向来热心的沈殿霞 发现自己说错了话 马上想着弥补 于是便带着郑少秋 到处吃饭唱歌 试图安慰 一来一往之间 两人擦出火花 却立了恋爱关系 但当时女方身边的不少亲友 都觉得这段感情并不靠谱 因为男方之前的女友 都是大美女 而外号叫肥姐的沈殿霞 却与美女二字无缘 不过当时的她 早已经深陷感情谜局 并数次对外表示 自己与郑少秋是真爱 一定会永远在一起的 但是 在两人相恋的第五年 男方忽然传出 与一起合作拍摄了 楚留香传奇的女星 关京华有了爱美 关京华比郑少秋小17岁 对她一见钟情 但之后两人便开始了 令人不齿的地下恋情 沈殿霞得知之后 刚开始并未觉得 有什么 因为当时的郑少秋 事业已经在自己的 帮助和规划下 发展得极好了 她曾在TVB首部彩色 长剧《烟雨萌萌》中 饰演了渣男和舒桓 还演唱了该剧的同名主题曲 开创香港电视主题曲的 《献合》 1976年开始 郑少秋又因主演了武侠剧 《书见恩仇录》 《倚天屠龙记》 《楚留香》等剧 成为当时的古装剧顶流 而这些角色 多数都是沈殿霞 为她争取来的 人人都知道 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郑少秋 又被爆出私生活问题 不佳的新闻之后 会迎来怎样的影响 而随着自己和关京华之间的 绯闻愈演愈烈 沈殿霞免不了跑去问她 在这种压力之下 郑少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选择结婚 1985年 40岁的沈殿霞 嫁给了38岁的郑少秋 南方还曾在结婚前和她表示 他们之间只有三年机会 如果生不了小孩 到妻一别两宽 原本沈殿霞觉得 只要结了婚 有了孩子 丈夫就可以安定下来了 于是结婚的次年 已经41岁的 她顶住了各种风险 生下了女儿郑心仪 但孩子的到来 也没有影响郑少秋的透斥 实际上她与关京华 从未断过联系 据说女儿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 郑少秋已经提出了离婚 说的是 对不起 我得对她负责 三区被对待 1988年 沈殿霞选择放手 南方则揣着仅有的几千元 净身出户 次年 她就迎娶了关京华 而自己与沈殿霞生的女儿郑心仪 却向来不管不顾 郑心仪作为公众人物的女儿 自小也在聚光灯下长大 承受的压力可想而至 尤其是2008年 沈殿霞因病去世之后 她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不过提到父亲时 郑心仪也曾坦率直言 我不会生爸爸的气 也不会特别爱她 而离婚后的郑少秋 事业运也不错 1992年 因为主演了戏说乾隆 再度火爆大江南北 次年 她又在大时代中 饰演了性格极端的丁屑一角 转型成功 到了1995年 她又在古装剧《香帅传奇》中 再度饰演楚留香 童年发行的首张普通话专辑 天大地大一度流传 但是在斯德和口碑这里 她永远不能像外表那样风光 2006年 沈殿霞被查出患癌 而女儿郑心仪只有19岁 但作为亲生父亲 郑少秋没有露面 也是这一年 在接受智云饭局访问时 郑少秋重提了自己与初恋女友 卢慧如的恋情 她异常轻描淡写地表示 我们没有正式结婚 只是同居一下 很快就分开了 我那时候还小 不懂得处理感情 我们在训练班认识 感情说来就来 要走就走 也没有什么要后悔的 两年后 与病魔斗争了许久的沈殿霞 还是离开了 之后将自己的6000万遗产 以35岁之前 每月零2万的方式 全部留给了女儿 那之后的郑心仪 曾传出抑郁 自杀等负面新闻 据说最苦难的日子 钱包里只有20多块钱 却从没有想过去找父亲 而在这期间 郑少秋与第二任妻子关京华 又先后生下两个女儿 郑永恩、郑永夕 虽然他们都没有进入娱乐圈 但是也不免被放在聚光灯下生活 沈殿霞去世的第二年 郑少秋与关京华所生的大女儿 郑永恩 在社交平台发出 与19位不同国籍男性朋友的亲密照 因私生活混乱引起热议 到了2015年 她又被爆出 疑似插足别人的婚姻 遭到全网的谩骂 当时已经年近70岁的邱关 又一次出面力挺 一个还是20多岁的孩子 心智难免是不成熟的 再加上她这么做 只要开心的话 我也愿意支持她 尊重她的选择 但相比姐姐 最小的女儿郑永夕 则是乖乖女 常被媒体拍到和父母逛街 衣着朴素 也没有什么触格的举动 而在这期间 逐渐已经在事业上走下破路的郑少丘 虽然还是众人心中唯一的邱关 只能在一些不入流的作品中打打酱油 但她仍依依旧风雅 被人津津乐道 直到如今大女儿郑安怡意外去世 而无论外界如何纷纷扰扰 郑少丘都没有出面 只是弃现任妻子关京华对外发声 也令外界不满 不过 看了其一生的风流故事 想必对于女儿去世的执念也不会太深 毕竟薄情寡义这个四个字 已经被郑少丘深深地刻在了自己的骨子里了